大家好,这里是小川肯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干净绿络的动作片《鸡血诗》 影片开场,猛贩毒集团的老大在泳池细水 游到中间,突然发现自己的手表出现在水底 便巧容水底伸手去拿 这时,一个穿着黑色潜水衣的杀手就是将他匿蔽在水里 等到保镖反应过来的时候,杀手已经逃之遥遥了 执行此次任务的是有只机器杀手支撑的亚瑟 亚瑟在混乱中逃出庄园 然后挑进河里,跟随路过的货轮离开了此地 完成任务后,亚瑟通常会回到新奥尔良 为了遍远隐藏,他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岛上 第二天,目标人物意外溺水身亡的消息报道出来后 亚瑟会与哈利见面收取报酬 哈利不仅是亚瑟的合作伙伴 还是他的老师和朋友 两人有着不错的交情 几天后,亚瑟接到了新的暗杀任务 没想到这次的暗杀目标竟是哈利 亚瑟在确认信息无误后 见到了公司的另一个合伙人,迪恩 迪恩向亚瑟说明了详细情况 六个月前,他们受托接手了一个大客户 然后花了半年布局 安排了五名特工一起执行任务 结果五个特工都被杀了 而公司任务的细节只有两个合伙人知道 那就是他和哈利 现在可以断定就是哈利出卖了他们 因为组织查了哈利的财务状况 两周前,他的海外账户有一笔2000万美金的汇入 况且哈利离了婚,负债累累 他有一个挥霍过度又爱惹事的儿子 这些状况让他非常容易被收买 哈利已经越过了雷池,必须除掉他 之所以选择亚瑟是因为他们的关系不一般 能接近并利落地干掉哈利 最后迪恩给了亚瑟两天的时间 不然会找别人动手 亚瑟不相信哈利会背叛公司 但他在网上确实看到了五个特工被杀的消息 经过一阵思想斗争后 亚瑟拨通了哈利的电话 他让哈利带上资料赶快离开大楼 因为迪恩就要找上门了 出于对亚瑟的绝对信任 哈利按照亚瑟给出路线之意 避过监控和自己的保镖 一路来到地下停车场 这时亚瑟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哈利顿时明白亚瑟是来杀他的 哈利没有解释和反抗 反而将一把跟随了自己33年的手枪给了亚瑟 因为他知道即使亚瑟不动手 敌人还会派别人来的 那么他情愿死在亚瑟手里 亚瑟稍作迟一后 开枪射杀了哈利 夜晚亚瑟落寂难眠 他向哈利开枪时有多冷血 现在就是多难过 亚瑟在哈利的墓地 看见了哈利的儿子史蒂夫 由于亚瑟将哈利的死 伪装成了劫车贼所为 不明就里的史蒂夫 打算干掉几个急车贼 来发现心中的怒火 夜晚史蒂夫故意将车停在偏僻处 果然遇到一个劫车贼来劫车 史蒂夫准备开枪干掉劫车贼时 亚瑟突然出现担住了他 原来亚瑟知道史蒂夫性格冲动鲁莽 怕他惹事便一直远远地跟着他 几天后冷静下来的史蒂夫找到亚瑟 他请求亚瑟叫他杀手技能 亚瑟甚至史蒂夫争强好胜 狂妄自他的性格不适合做杀手 便拒绝了 但史蒂夫却说 当年父亲选了亚瑟没有选他 现在父亲不在了 而且什么都没有留给他 亚瑟签他父亲的 现在应该还给他 史蒂夫的话刺痛了亚瑟愧疚的心 他看着哈利的照片 急经有余后答应了史蒂夫的请求 亚瑟先是带着史蒂夫 去动物收容所领养了一只奇娃娃 然后要求史蒂夫每天带着小狗 去咖啡店点一杯黑咖啡 待上一个小时 持续三周的时间 每天如此 史蒂夫虽然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 但还是听话照做了 其余的时间 亚瑟便对史蒂夫进行各种技能的训练 经过几天后 亚瑟给史蒂夫进行了一次现场教学 他们来到目标人物的家 一个非法军火商的住处 亚瑟拿出钱 假意要购买武器 趁其不卫 突然发难将对方勒死了 然后再把现场伪装成意外死亡的样子 接下来 亚瑟交给史蒂夫一项任务 原来 亚瑟让史蒂夫每天去咖啡店 是为了接近暗杀目标 大个子 大个子是另一个组织的杀手 他唯一重复的事情 就是每天去那间咖啡店里喝咖啡 除此以外 从不去一个地方两次 所以 想不被发现的基础涛塌 很难 但他有两个弱点 就是喜欢骑娃娃和年轻男孩 亚瑟配着了可以致命的药剂 让史蒂夫在酒吧里下手 大个子也注意到了史蒂夫 在查过资料确认安全的情况下 把史蒂夫约到了酒吧 史蒂夫拿出药剂 准备趁着大个子去拿酒石动手 转念之间 他自然地认为 他也能像亚瑟那样解决目标 于是 他收起了药剂 亚瑟还特意交代过史蒂夫 大个子血厚防高 杀人不眨眼 所以不要跟他动手 而且无论如何 不要上他的车 但史蒂夫一意孤行 来到了大个子家里 一代一小两个男人 好好地就开始脱裤子了 史蒂夫找准机会 想学着亚瑟的方法 用皮带勒死大个子 但双方力量悬殊 史蒂夫根本不是对手 最后 虽侥幸杀死了大个子 但也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 狼狈不堪 亚瑟在收到报酬的同时 也收到下一个目标 胖子的资料 胖子经营一家邪教组织 不断通过教学 神职和电视题目敛财 还经常玩弄和杀害女信徒 亚瑟计划给胖子 注射肾上腺素 然后利用急救医生之手 让胖子死于意外 经过周密部署后 他们来到胖子所住的酒店 通过楼顶的检修通道口 来到胖子房间的检修通道 他们用检视镜 观察房间内的情况 准备伺机而动 这时 亚瑟看到胖子正在注射毒品 而绿院童会综合肾上腺素 所以他们之前的计划 行不通了 但又不能放过这次暗杀机会 于是 他们趁胖子的保镖出门打电话时 进入房间 把检视镜插进胖子的喉咙里 使他窒息而亡 胖子的守卫进来后 都以为是注射毒品过量而死 这时 史蒂夫不小心把一个螺丝碰掉 惊动了守卫 他们见得躲不过 只好与对方展开了火拼 两人被追到楼顶后 通过外墙的施工绳索 逃到了其他房间里 然后混在荒乱的人群中 离开了酒店 两人同行目标太明显 所以他们分开行动 约在家里碰面 亚瑟在机场意外看见了 死掉的五个特工之一 眼镜男 他觉得室友蹊跷 便一路尾随眼镜男 上了一辆大巴车 亚瑟不明白 他之前看过眼镜男 头部中枪的照片 为啥现在又活蹦乱跳的 眼镜男对他说出了事情 原来 迪恩给了他一大笔钱 让他杀了其他四个组员 再伪造成他也死亡的假象 然后消失 迪恩还说 阿里开始怀疑 某次曝光的任务想告发 所以必须除掉哈利 而亚瑟就是最佳人选 知道真相的亚瑟和眼镜男 展开了搏斗 眼镜男被扔出车外 葬身于车轮之下 亚瑟来到码头 准备成快艇回家时 发现情况不对 紧接着赶来了几个杀手 早有准备的亚瑟都在水中 出其不意地解决了杀手们 他知道此时在家中的史蒂夫 一定被杀手控制住了 亚瑟不动声色地 给史蒂夫打了一个电话 史蒂夫心理一神会 拿出靠垫下面的枪 解决了三个杀手 亚瑟到家后 让史蒂夫把货架上的枪 全部放到船上准备出发 史蒂夫在搬枪时 意外发现了父亲的那把手枪 他顿时明白 亚瑟才是杀死父亲的凶手 史蒂夫没有立即找亚瑟对视 而是悄悄拿走了父亲的枪 亚瑟记得迪恩的贴身保镖约翰 有一枚因获奖而得来的戒指 于是他通过这枚戒指 找到了约翰的住处 然后用家人的性命威胁约翰 得到了迪恩的位置 迪恩这边正在窗前 开着自己的枪杉 突然接到了亚瑟的电话 两人正互相放狠话时 迪恩看到来电显示才知道 亚瑟就在他的办公大楼内 惊慌了迪恩 让保镖赶快护送他离开 其实亚瑟并不在楼上 他涉及让迪恩离开大楼 才好进行伏击 亚瑟看到迪恩的保镖车队出来后 驾驶的轿车加速冲过去 撞停并干掉了两辆车的杀手 史蒂夫驾驶一辆公交车 在前方拦住了迪恩的去路 另一边 亚瑟不知什么时候 搞了一辆大刹车冲了过来 为哈利报了仇的亚瑟 也终于卸下了愧疚的包袱 在回来的路上 史蒂夫测试拿水师 被亚瑟看到 他兜里装着哈利的手枪 亚瑟明白 史蒂夫已经知道他杀了哈利 而且史蒂夫的话语里 充满了要为父亲报仇的气味 他们来到一处加油站 史蒂夫下车加油时 故意将汽油弄散在车外 然后走到影迷处 用父亲的那把枪 燃爆了亚瑟的汽车 史蒂夫这样做 一方面是为父亲报仇 一方面是为了证明 自己的能力比亚瑟强 在虚荣性的促使下 他又来到了亚瑟的家里 他看到亚瑟从来不允许 他碰的唱片机 便舍着亚瑟的样子 放了一张唱片 接着又开走了亚瑟 不允许他碰的汽车 听着小曲飞驰在路上 突然看到副驾驶座位上 放着一张纸 上面写着 史蒂夫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 就证明你要死了 刹那间汽车被炸上了天 屋内的唱片机也燃烧起来 整个房屋烧毁殆尽 加油站这边 在调查爆炸原因时 从家画面中看到 亚瑟早在爆炸前 就从汽车上滚了下去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 亚瑟把这句话贯彻在了人生中的每一刻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